来看StremeBuffer构造方法都有什么 我把这块内容粘贴出来 好Ctrl C 打开我们的一个例子 右键来一个新键招项目 对13 好 然后右键点新键 com.黑马 再点StremeBuffer StremeBuffer 好 然后呢 创建一个类 Ctrl N StremeBuffer E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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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这个内容呢咱们粘在这里 很臭微 先学一个类的时候呢要看它的构造方法 那么构造方法呢我们去这个API里面看一看查看一下 好进来 看的构造方法一共有四个对不对 首先看第一个 说构造一个其中不带字符的字符串缓通区 其初始容量为16个字符 它相当于是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呢一开始能装多少个呀 是不是装16个字符啊 那同学老师 那如果我超过16个怎么办呢 看这里面有一段话 我带大家读一下 每个字符串缓通区都有一定的容量 只要字符串缓通区所包含的字符序列的长度 没有超出容量 就无需分配新的内容缓通区数组 它的底层有什么做的 什么数组做的呀 那么如果内部缓通区一出 就是超过了那个数组大小了 则此容量自动增大 那么它会创建一个更大的数组出来 把你们里面的内容给拷贝出来 那么从GDK5开始 为该类补充了一个单线程使用的等价类 什么叫单个线程呢 继续往下看啊 G-Screen Builder 与该类相比 通常应该优先使用的是Screen Builder 因为它支持所有相同操作 但是由于它不执行同步 所以速度更快 我们之前稍微解释了一下 说Screen Buffer是现成安全的 它是同步的 而Screen Builder是现成不安全的 它是不同步的 通过这句话能看得出来这个结果吧 你看 他说 但由于它不执行同步 那它就是不同步的 而我们Screen Builder是同步的 我们解释过说同步的怎么样 同步的是不是就安全呢 安全就导致什么 速度慢 每一次都要判断 所以速度慢 那么它是Screen Builder是不同步的 所以它就是不安全 它的效率会怎么样 效率会比较高 好了 我们说了一下这个容器的事 再往下看 说你直接用空餐去创造 它出水容量就是16个字符 然后如果你用有餐创造 这里面还有这样的有餐的构造 首先来看这个 这个叫Capacity 那么构造一个不带字符 但具有指定出水容量的字符串缓冲区 什么意思 你上来是不是给它 给定一个大小 你这里面给一个印它值 那么给它多大 它就是多大 然后构造一个字符串缓冲区 并将其内容出水化为指定字符串内容 你说你直接给传个字符串 这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是这三个构造 这里面还有一个构造 它叫CharSequence 这个CharSequence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点击看一眼 它是一个接口 然后你看实现它的类 有死菌 死菌Buffer 死菌Builder 是不是这几个类都实现的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构造里面是可以放死菌 死菌Buffer 死菌Builder的 就是放它的子类对象 是不是都可以的 这叫多泰 复类引用 只向子类对象 所以我们一共有这么四个构造 那么这三个我们都去试一下 第三个构造的试一下 好 来看这里 无参构造 死菌Buffer 死菌Buffer B-U-F-F-E-R 死菌Buffer 然后SB 就等于了 你用一个死菌Buffer 那么有同学一看我写了一个SB之后 就乐了 这个SB呢 它有很多意思 什么上班 随便 等等这些意思 老外呢 并不知道SB是什么意思 你看老外也是这么起的 你看SB点个Pen的 SB点Insert 是不是老外也是这么起的 那么它是怎么 它是为什么这么起呢 是两个单词 每个单词的手写字母给抽出来了 SB 好 那我现在来看一下SB的这个长度是多少 SYSO 反应 SB点这个Learn 来 运行一下 长度为什么是零啊 因为你这里面没有装任何的元素 对不对 让有同学问了 说老师 咱们不是说刚才读 说有16个初始容量吗 那那个16个初始容量在哪里看着呢 SB点Learn 好 SB点Learn 这个Learn 是容器 容器 容器中 的次数 个数 这个初始容量呢 还有一个方法 SYSO SB点 CurpleC 还是它 好 那么来运行一下 运行 再来看 多少 是16啊 那这什么呀 这就是它的初始容量 容器 的初始 容量 那么它叫什么呢 它叫实际值 实际值 那它叫什么呢 它叫 理论值 这个实际值就是 指的是具体的字符的个数 而这个理论值呢 指的是什么呀 指了你上来 你这个容器大小是多少 所以这是两个概念啊 两个概念 好 那么这是我们用第一个构造来做的 现在再来看一个构造 实际 Buffer BUFFER SB2 就等于了 你用一个新Buffer 这里面我给个10 好 再打印一下 SYSO 打印SB2点的一个 Learn SYSO 打印SB2点的一个 CurpleCity CurpleCity 好 再来看 Learns还是0 因为我没有往里加任何数据 然后呢 这个CurpleCity变成什么了 是不是10啊 你给多大 它就是多大 好 那么再来看 还有啊 这里面有个死菌 对不对 死菌 我再给一个死菌字符串 死菌 Buffer BUFFER 然后呢 SB3 就等于了 你用一个死菌 Buffer 然后这里面我给个什么 是不是给一个字符串 给一个黑 然后咱们再打印一下 SYSO 打印SB3点的一个 Learns 然后再打印一下 SB3点这个CurpleCity 好 等于行 大家看 一个是5 一个是21 这个5 我们能理解了 是5个字符的 那这个21是多少呢 为什么是它呢 好 为什么是21 21其实是 字符串的 字符串的Learns 加上谁啊 加上初始容量 初始 容量 就是说你这里面 放了一个字符串 但是我这个字符串呢 不占你初始容量大小 我又把你这个容量给扩充了 然后呢 那个原来那个16个 你可以再去往里面 添加其他的字符 这能理解吧 这个就是 实际字符的个数 实际 字符的 个数 好了 那这就是 Buffer这几个构造 那么这几个构造呢 我们一般用的这个 空餐的构造比较多 直接用它创建 只要是满了 那么底层自然 会给你扩展 所以呢 不用我们去管 那用这种情况呢 也不少见 那用这种情况呢 相对来说少一点啊 好了 那这就是这三个构造 那这个值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